马布里在自传《我是马正伟》一书中提到 离开佛山队后 他曾前往广东宏远队视讯 当时的广东队八年七冠 正处于巅峰期 时任广东队总经理刘洪江带着老马 参观了广东队的训练场和荣誉室 在当时老马面前摆着两条路 一条是加入一个冠军球队 马上就能成为王者 另一个就是加入一支非冠军球队 打败他们成为冠军 马布里显然选择了后者 之后四年时间里的故事 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只要是北京遇上广东 马布里都会非常兴奋 他们两人的过节也是从此时开始 当时外界调侃马布里 就是吃饭睡觉打广东 他用将尾打击一般的表现 亲手推翻了广东王朝 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而这次失败也让李春江 离开了自己效力多年的广东宏远 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广东 离开了广东后 作为他亲传弟子的杜峰 上任广东宏远主教练 他们的恩恩怨怨 并没有因为李春江的离开而结束 金月大战反而成为了 当时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 也成为了CBA收视率的保证 马布里在场上和苏伟友好的交流 杜峰在比赛中阻挡马布里就球 比赛结束后 马布里还在设媒发了一张照片 一时间更是加深了北京与广东的矛盾 马布里成为主教练后 这两位在比赛结束 手都握完了 他们还能吵起来 时间来到马布里担任主教练的2019年 北空那一年风投正胜 击败浙江广沙 比赛结束后 双方教练握手 马布里就在中线等候了李春江 足足数秒的时间 李春江才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两人握手的时候 彼此不看对方 当时这一次象征性的握手 也被认为是里长杯时刻 本以为两人能化干戈为玉帛 但很显然并没有 2022年1月 上海九世和北空的比赛 刚开始几分钟 两人又开始火爆对喷 大概意思就是裁判 他都那样抗议了 你还不给踢 裁判他骂我 你赶紧给他踢 你瞅啥 瞅你咋的 随后裁判给了两人 各一个技术犯规 最后时刻 上海已经稳赢了 就没有进攻 但北空外援 篮子伯格很随意地 投了一个三分球 没进 诶 你怎么还投篮 随后郭浩文扣了一个 好家伙 这还能指望 赛后能友好握手 果然两人又开始了 友好的交流 今年的常规赛最后一轮 上海已经稳稳 获得最后赛门票 最后一轮对阵北空 北空此时铁定 进不了最后赛了 大部分时间上的都是替补 上海在领先北空50分 已经锁定胜局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换下主力 在场上继续冲击对手 这场比赛也是王哲林 拿下生涯新高的61分的比赛 最终上海狂虐北空49分 并狂砍149分 创造对视纪录 北空的马勇和上海外员 布莱索发生争执时 上海队五大主力都在场 如果对手不是北空 李春江肯定不会让他们 继续穷追猛打 而结果就是两人 各停赛四场并罚款 马勇停赛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 赛季本来就结束了 但布莱索的停赛 也成为了之后 引发上海和苏州 消极比赛的关键因素 如果上海队顺利以2-0挺进8强的话 面对深圳 作为头号得分手的布莱索 将缺席两场比赛 这对于上海来说非常不利 已经完成赛季任务的苏州肯定亚 本想做个顺水人情 但谁也没有想到 在距离比赛结束一分半钟之前 上海队的表现会如此糟糕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就不过多赘述了 李南和李春江 上海和苏州皆为输家 马布莱在赛后也发了一个微博 内容很简单 直译的话就是大声笑 类似于呵呵哈哈的意思 60岁的李春江 被禁止教练员资格5年 当得知这一消息后 他还有些不敢相信 向工作人员再次确认 5年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大概谁也没有想到 会有如此严重的判罚 场上训练的球员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整理好情绪的李春江 召集队员和大家 说了这件事情后 拿下了哨子 要说这一次蝴蝶的翅膀 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效应 只是应了这句话吧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那江湖是人情是货 李春江是受到处罚中 最严重的一位 李南49岁 竞赛三年也不过52岁 而李春江已经60岁 5年 整个人生又有多少个5年呢 2022年1月 北控与广东的第二次交手 比赛结束后 马布里和杜峰 都非常愉快地走到中线 拥抱后还互相拍了拍肩膀 好像许久未见的老友一样 虽然我们都知道 表演得非常复夸 但终究他们还是和解了 不仅如此 两人还开始商业互吹 杜峰称赞马布里 引员得利 直较水平高 马布里则转发并点赞杜峰 讲这番话的视频 并祝福他在成为 中国男篮主教练后 能取得好成绩 一剑联和哈达迪 一对球场上的生死冤家 职业生涯针锋相对 每每遇上都是火药为极浓 不论是国际赛场 还是在CBA 在无休止的纠缠中 谁也不负谁 谁也不负老 但在17到18赛季 广东与四川的比赛结束后 突然就画风急转 他们拥抱了 面对这个曾经恨得咬牙切齿的男人 阿里恩也放下了 多少恩怨在这一刻 似乎都不再重要 再往后相遇 两人的相处模式 依然改变不少 甚至可以在场上聊天说笑 也许十多年的恩怨 只需要一个拥抱 便可以沉淀 一剑联与哈达迪 成为了人们想象中 最不可能的样子 也成为了人们想象中 最美好的样子 李纯江和马布里 也许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和好了 他们之间 真的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吗 放不下执念的人终究是已难平 一向恨意无处发泄 想报复他 让他过得不开心 哪怕是恨 也是一种感情的付出 这种付出可能也会伤到自己 他们之间的距离 也许只差一个拥抱而已吧